离哥 大嫂 娘为何如此专注于抄经书啊 娘天天如此 抄好了经书 就匆忙送去寺庙 娘从前 也没有那么平凡礼服啊 最近是怎么了 您过来 娘说 爹跟你大哥常年在外征战 想多抄点经书 祈求他们平安 也希望沈家可以早日团圆 我真不知道 娘要是知道爹跟大哥的事情 该怎么办 娘也是教门之女 我相信有朝一日 她若清醒过来 爹会比我们更坚强 也更有力量 我只是感叹 对 爹竟然丧生在卫阳湖 卫阳湖 是爹跟娘的相识之地 也是他们的定情之地 什么 卫阳湖 是爹和娘的定情之地 是爹 就像是冥冥之中 爹跟你大哥就去了那里 我之前 怎么从未听说过此事啊 你流落在外多年 不知道也很正常 我也是听你大哥提起的 都是些陈年旧事了 我想 也只有你大哥还有证书还记得 你怎么知道 骊哥 应该还有一个人知道 沈乐清 你想 傅兄突然改道去了卫阳湖 之后就遭到了暗害 事情怎么会如此巧合 这件事情 定于沈乐清脱不了干系 那他人现在在哪儿 他自知我不会放过他 所以 一早便离开了蓬城王府 他这个人不会善罢甘休 我必须要把他找出来 你也没有说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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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我不许你 这是什么 不信 你这是在笑你自己吗 你与路远之间 何尝又不是一种情感 只是你们狼狈为奸 坏事作尽 可是这世上 并非所有的人都和你们一样 我们沈家人 定会团结一心 早日找出杀害我腹熊的凶手 沈家 是吗 团结 可笑 你说什么 我不许你诋毁我们沈家的 任何一个人 只怕一世一名的 沈亭章和沈志 刀死也没有料到 因他们进陷阱的 居然是他们 一手抚养到大的 女儿 是 沈柳青 对啊 你的亲妹妹 亲妹妹 我要的就是你这一句 多谢告知 你骗我 你竟然骗我 你最好慢点死 我会让你亲眼看着 丧尽天良的人 无论是谁 一个个都不会有好下场 娘 娘 今天此经陪您一起去好不好 我们俩一块 也有个伴 不用了 我今天啊 要去听诵经 还要去 寺里吃斋饭 这些事情 就不用你陪我了 朕说 快去准备一下 我这儿就走 好 不必了 朕说 今日寺庙的诵经取消了 夫人 还是改日再去吧 你为什么还赖在我家不走 我的事情 何须你来过问 娘 既然今天没有诵经 那咱们改天再去 不差这一日 是不是 夫人今天告诉我呀 她想吃粽子 我们今天留在家里 给她包粽子好吗 包粽子啊 行 那好吧 夫人 咱们去备料吧 你马上过来 好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果然是沈乐清 这几日 要麻烦大嫂好好照顾娘了 千万别让她再去寺庙 我现在就去把她救出来 好 小气馆 不就是一把剑吗 还宝贝成那样 我们家绍公子长得好看吧 是个人都比她好看 脾气还那么臭 你别看她平时冷面寡言的 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啊 家里只要有她在 欢声笑语不断 她这个人特别重感情 你动的那把剑 就是她给长公子特意打造的 长公子 我怎么没见过 北京大劫以后 长公子跟我们老将军 回剑康的路上 被奸人所害 从那时起 他就没走出来 这把剑 就再没能送出去 怪不多 这么说是我做错了呗 要不然 你主动找他聊聊 我怎么可能沦落到 去跟这种人主动道歉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 我才不去呢 走吧 去吧 好吧好吧好吧 多怪我太善良了 我是真的挺想帮你的 但是 这腿迈不出去啊 走吧 你拉我干什么 我这腿可沉了 卖不动我 你别拉我 你干吗推我啊 你为什么不接住我啊 谁知道什么东西飞过来了 谁知道什么东西飞过来的 你能不能别乘天没事找事 你要是觉得无聊 就回你的盘古去 没规没局的 我是没规矩 我娘死得早 我爹也是被人害死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没有人教我规矩 不动你就学啊 不动你就学啊 你愿意跟我说话了 那个 我不知道那剑是你大哥的 对不起啊 我以后不会再碰了 你就是个小气鬼 小气鬼 你就是个小气鬼 你怎么说 请问 有没有见过一个姑娘 大概有我这么高 脸很瘦 眼睛很大 好像有 可能在那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丽卿 果然是你 姑娘 今天有人来找你 我知道 是位年长的夫人对吧 不是 是一位年轻的小姐 她到处打听 说是沈将军的夫人常来寺庙 是不是与什么人见面 那你怎么说的 我看她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 怕是跟你有仇 就什么也没说 姑娘 你是不是惹了什么麻烦啊 多谢啊 姑娘 你怎么来了 未卿允许 为何贸然前来 是沈丽哥 沈丽哥已经怀疑到我了 现在那个住处是肯定不能回去了 请尚书令 为我立命他处 之前与你联手 是因为你刚好由我所需 而我 刚好可以满足你的心愿 但现在我们的合作结束了 我希望从今天起 你就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 尚书令 伪造家书的事情我可是为你做的 您不能过河拆桥见死不救吧 您别忘了 您还有把柄在我手里 怎么 就凭着那些就想威胁我 尚书令 你要知道 我想除了你 易辱反账 尚书令若除了我 现在马上 就会有人把心 送到彭尘王的面前 有人 还会有人帮你吗 尚书令若不信 大可一世 沈乐卿 尚书令若不信 你如此不念养育之恩 甚至 还对最亲的人下手 你觉得 我怎么会把你这种人看在眼里 只是利用你罢了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没有必要活在这个世上 如果沈黎哥可以逞出你 那我会替你死去的爹 跟大哥 派手成困 尚书令 尚书令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又好到哪里去 拦截军报 暗杀朝臣 你简直就是一关锦授 等哪天东窗施法 彭尘王 我定会将你碎尸万段 定会将你碎尸万段 恐怕 不会有那一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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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大哥 我把他带了 沈黎哥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向爹和大哥赔罪 赔什么罪 娘要是知道你们把我抓过来 一定不会丧过你 你还有脸跟我提娘 对 没错 是娘 当年你爹战死沙场 你娘带你投河轻生 是娘不顾生命危险 跳入其流把你救了上来 你生命垂危 是爹 当年他刚从战场回来 身负重伤 却不惜跋山涉水去蜀地 为你寻药 可是你呢 你口口声声叫着爹娘 背后却一次次地要他们的性命 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 他们用性命救回来的 竟是一只索命的鬼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血口喷人 你骗娘朝经 然后踏字 又娘的笔记给爹写信 我没骗她 那你和谢昊的勾结 又作何解释 我早就知道你藏山与寺苗 我一直没有动力 就是要引你与她见面 谁 沈乐青啊 枉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做亲姐姐 你根本就不配当我们沈家的女儿 我现在恨不得 我恨不得一群 你还没有过门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一个是你爹 一个是你大哥 你怎么忍心吓得去守 你怎么忍心吓得去守啊爹 我没有 住手 爹夜生戎马 战功赫赫 大哥青年英才 驰骋沙场 何等的威风 他们可以死于战场 死于敌手 但绝不能就这样死了 你从小便得到了爹娘 还有兄长的疼爱 你为什么如此不懂得真心 为什么要这样将一切破坏殆尽 给你一次机会 当着爹和大哥的面 自我了断 自我了断吧 你在干什么 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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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 娘 你想对我的家儿做什么 娘 我告诉你 不要用你蓬城蛙草妃的身份来压我 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 娘 家儿 我怕 我怕 有你娘在 谁也伤害不了你 娘 她不是家儿 她是沈乐卿 你知道她到底做了些什么吗 我不想跟你说话 我不想跟你说话 我们走 你看看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切都是神乐卿害的 她骗娘任日抄近 然后模仿娘的字棋给爹写信 爹和大哥这才取了魏阳湖 最后爹和大哥 落入了奸人的圈套 被奸人所害 娘 爹和大哥 已经不散了 已经不散了 不可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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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坏女人 你想害我的家儿 你还要骗我 你还想骗我 你这个坏女人 你还想骗我 她是个坏女人 她是个坏女人 她想骗我 她是个坏女人 她是个坏女人 先下去 她想骗我 娘 娘 姐 林哥 娘 她才是嫁儿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们呢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们呢 爹和甚至 他们就在这儿 不会的 不会的 将军 军儿 军儿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郑叔 把娘带下去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要 不要 娘 带下去 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将军 将军 爹 大哥 今日不清理门户 事不为人 神尼可 我恨你 死不悔赶 神风 送他去廷尉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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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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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哥 你做得没错 神了情他不该留 若你私底下处置了他 你要知道 照样也会受到刺激 倒不如让他看清一切 或许会更好 你要相信他 他会挺过来的 将军你快回来 我们的家快被人害死了 李哥 大嫂 你先回屋歇着吧 我在这儿守着娘 我相信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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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大哥这才娶了威阳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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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沈乐卿的事 您 您定是很伤心 但是我必须要这么做 您可以打我 您也可以骂我 哪怕您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 都可以 我不奢求您能原谅我 我不奢求您能原谅我 我只希望您能理解 我 我对不起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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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我什么 我叫你 李哥 谁要启 closes恢恨我 acje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您 您进去了吗 您可以 所以用错哦 假认你以为 exciting的男人 走了 你还记起来了 还记起来就好 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 你要记起来就好 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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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过去了 是啊 都已经过去了 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地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 爹和大哥又会保佑我们了 给 爹 多谢四哥 怎么今天心情这么好啊 是啊 一切都过去了 娘终于记得我了 四哥 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从今往后 我又可以吃娘亲手做的洁饼 也可以喝她亲手做的莲子羹 还可以每日听她唤我 骊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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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沈乐清啊 他是多行不义 自食其果 所以你不必有什么愧疚 相信父兄在天之灵 定会得到慰藉 可是还有谢昊 我们一定不会放过谢昊 但是最近你要多加小心 你抓了薛囚又除了沈乐清 我担心她会对你不利 我就怕她不出手 不过四哥你放心 我自然会小心的 对了 风儿还在承修阁等你呢 只是 千万别跟她置气 她是小孩子嘛 她是我弟弟 我跟她置什么气啊 那我去了 嗯 殿下 沈丰被奸人所迷惑 错怪了殿下 请殿下恕罪 起来吧 风儿 还有许护卫 对不起 是我太冲动了 沈将军千万别这么说 当日的情形万也怪不到你 倒数 身为一个暗卫 居然这么不小心 闹出这么大麻烦 风儿 在这承修阁我叫你一声风儿 无论你做错什么 我都可以包容你 因为我们是亲人 但是在支箭殿 在朝堂 你是沈将军 你要继承爹和大哥的遗志 新政之路 我们还会面临许多阻挠 我们需要相互信任 这样才能坚定地坚持下来 才能让爹和大哥不白白牺牲 沈丰万死不辞 谢昊这么做 就是为了要阻挠新政 他越这么做 我们就越要坚持 虽然你还在孝齐 但是我希望你能去几个试点地区 去暗房 以防他们作乱 新政 也是爹和大哥的遗志 我若能做些什么 他们也定会行为 殿下放心 我会尽快去 不要生争 悄无生心 大嫂 大 你怎么穿着我大嫂的衣服啊 我找了你半天 大嫂说我的衣服太眨眼了 就让我穿她的衣服 谁是你大嫂呀 就你这样 半点大嫂的端庄大风都没有 穿上了更是眨眼 你懂什么 大嫂还给了我这个 玉泥房的红宝盒 说是用狼牙使胆 以甩非法的骨法制成 装过宫里的呢 这种好东西啊 你肯定是不知道 你说我用完以后 这皮肤 会不会像玉一样啊 会会会 像玉一样 大嫂的东西啊 自然是好的 大嫂让我带你出去走一走 你去不去 不去算了啊 去的去的 你等等我 我要这个了 走吧 好 慢走啊 姑娘来份包子吧 好 给您钱 试一试 射中急送小物件 我想要那个 金色的木偶 哪个木偶 就是那个 姑娘真是好眼力 金色的木偶 需要连续射中三次把金 然后它就是您的了 无聊 我们快回府吧 只要射中三次木偶 就归我了 这对你来说不是很简单吗 你射它我就跟你回府 你射它我就跟你回府 公子好剑法 只要再射中最后一次 莫就归您了 再射小物件 中了 公子真是剑法如神哪 射剑的样子还挺帅的 公子真是太厉害了 这个木偶是您的了 我们回家吧 我们回家吧 师伯 师伯 伯师伯 您怎么在这儿 来来来来来 老爷 沈乐卿事发拜入 已被沈家清理门户 这个李妃 果然够狠 后边的事情安排了吗 已有安排 老爷放心 这个李妃 他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有点点 有点点 他喜欢打�bud 可以买他 也论 傻味 再说 不然 有点点 没什么 墓 不会 也不 suff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